网上有一个热搜话题,为什么年轻人会反感家里来客? 其中一个高赞回复说,我的亲戚来到家里,聊天三句不离催婚,还追问工资,更离谱的是还擅自跑到我房间,衣柜打开看一看,抽屉拉开瞧一瞧,真是受不了。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不懂边界感,总是以为与别人关系亲近,举止便可放肆,殊不知却伤了情分。 人与人之间相处,保持恰当的距离,彼此才舒服。 舒本华说,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觉得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却又会感觉寒冷。 人与人的相处是一门学问,真正有智慧的人都能做到这三点。 1. 利人三寸 莫子的奸爱中有这样一句话,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难免会牵涉到利益,要维持长久的关系,往往是从利他开始的。 看到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寒冷的深夜里,路上行人寥寥无几,一对年迈的夫妻走进了一家旅馆。 可惜此时的旅馆已经客满,老人转身准备离开。 前台服务员不忍心两位老人继续在深夜寒冷的大街上找旅馆,便将他们带到了一个房间。 也许它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他们不用再奔波了。 两位老人看到房间虽然布置很简单,但非常整齐干净,便愉快地住下来了。 第二天,当他们要结账时,服务员却说,不用了,因为你们住的是我的房间,祝你们旅途愉快。 原来他自己在前台过了一个通宵,老人十分感动,孩子,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旅店服务员,你会得到报答的。 服务员笑了笑,就送老人出了门,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信封里是一张前往纽约的机票。 他来到信中的地址,处立在他面前的是一座金币辉煌的大楼。 原来,那个深夜他接待的老人是当地的富豪。 面前的大楼正是老人民家的一家酒店。 老人将这座酒店交给这位服务员管理,因为这位服务员是他见过最好的旅店服务员。 而这就是希尔顿和他第一任总经理的故事。 人生就是如此,利益他就是最好的利己。 生活中,我们过于计较自身的利益,也许会因小失大,错过机会。 有人问,抱着利己的态度去利他,本质上是自私的吗? 其实不然,只要结果是利他的,那就是好的。 道圣和夫说,人生中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所有一切归根结底,要看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利他之心发挥出来。 始终保持着利他之心,清理重义,人生的道路便会在不知不觉中越走越宽。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利人三寸,最终才能胜有如云,超然自艺。 二,话留三尺。 文语为正有言,多文缺疑,甚言其余,则寡游。 人即交往离不开语言。 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会因为语言而产生变化。 说好了,关系更亲近,说不好,关系便会疏远。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话语间留口德,不仅可以维护情分,还能避免误解和无畏的争吵。 还有一种温情的语言,叫一切尽在不言中,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便能心灵神会。 早年间,左家刘白宇的儿子检查出心脏病晚期,为了给儿子治病,他带着全家人来到上海。 巴金夫妇得知消息,多次前往探望,不过每次他都是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从不主动过问孩子的病情。 刘白宇很感激巴金的不过问,巴金却说,没什么,我只是刚好有空,陪陪你。 也许询问看似是一种主动关心,但是对于受伤的人,不断被揭开伤疤或许会是另一种伤害。 巴金的回答,既让刘白宇免于愧疚,又给予了他沉默的安慰。 能体谅他人的苦衷,话留三分,才是对他人最大的善意。 说与不说,怎么说都有讲究,过分愉悦,便会失了分寸,伤了人心。 有一位网友讲过这么一件事,年轻时这位网友曾经得过精神病,并住进了精神病院。 而这件事只有他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知道,后来网友的精神病得到了治愈,生活工作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然而在一次同学聚会中,他的这位朋友在饭桌上开启了玩笑,说网友以前得过精神病,搞得这位网友十分尴尬,事后质问朋友为什么要当众说这话。 这位朋友说,他觉得事情已经过去多年,网友也已经痊愈,就以为网友不在意了。 因为此事,两个好朋友之间从此心生芥蒂,渐行渐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即使关系再好,也有不可逾越的边界。 与人交往,不管什么关系,都一定得谨言慎行,这样关系才能长久。 说话没有分寸,不分场合,不顾他人,最终都会伤人伤己。 有人说,我比较直来直往,说话比较不好听,但并没有恶意。 但是我们只能听到你的语言,你的内心,我们听不到。 说话有度,话留三尺,才是维持长久关系的智慧之举。 三,借留三丈。 心理学家曾启峰说,悬崖的边界很清楚,所以我们不会靠得太近,但是水的边界比较模糊,所以经常会咽死人。 认清楚边界感,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尊重。 有一位朋友,他和丈夫两人能力都很强。 两人在上海打拼,收入婆风,买了房子,生活一直过得愉快和谐。 但他们却因为丈夫老家的亲戚越界,而数次发生争吵。 有一次,朋友丈夫的亲戚家孩子生病了,想到上海看病,希望能暂住在朋友家。 丈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压根没问朋友的意见。 这一家五口亲戚来了之后,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每个房间都去看,甚至还想住到主人房去。 每天他们都等着朋友回家给他们做饭,有一次朋友回来晚了,他们还抱怨,怎么这么晚,我们都饿了。 朋友每天辛苦工作,回到家面对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客厅,他们不仅不帮忙,还埋怨自己没及时做饭,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有一天回来,朋友发现亲戚正在他房间试穿他的衣服,还说,你这衣服好看呀,送我吧,反正你还可以再买。 朋友很生气,认为自己的边界受到了侵犯,跟亲戚大吵一架,搬回娘家去了。 而那家亲戚见没人伺候他们,这才灰溜溜回去了。 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说,成年人没有边界感,简直是一场社交灾难。 即使是血缘至亲,彼此都需要边界,否则也会造成伤害。 而有边界感的人,情况则会完全不一样。 综艺节目《婆婆和妈妈》里秦浩妈妈的做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与常见的偏袋儿子的婆婆不同,秦妈妈很公平,三观也很正。 有一次,一家人野餐,伊能净土曹秦浩对狗都比对自己有耐心。 秦浩却对回去说,因为他话没你多呀。 伊能净很生气便说,那你去找个话少的呀。 秦妈妈建议行事不对便开始劝解。 她并没有偏袒秦浩,而是让双方都得冷静。 次日,伊能净反思自己不该发脾气,秦妈妈则夸伊能净能反思特别好,让秦浩要好好对伊能净。 而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是他们夫妻的事情,秦妈妈都不过多参与。 比如伊能净想改造他们的房子,秦妈妈就会说,我同意。 秦妈妈尊重儿子的意愿,对待媳妇从不指手画脚,而是尊重认可,正是她的这种边界意识,伊能净和秦浩的婚姻才会幸福。 周国平说,分寸感是成熟的标志,她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 这个距离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包括尊重对方独处的权利。 关系再近的亲人,交情再好的朋友,也要与对方保持合适的距离,关系才能和谐。 不管和谁相处,只有做到借留三丈,彼此才能更舒适自在。 曾国藩曾说,话不说尽有余地,使不作尽有余路,情不散尽有余韵。 与人相处,最舒服的关系就是保持三寸,三尺,三丈。 利人三寸,心利众意系长久。 话留三尺,言而有尽显真心。 戒留三丈,逆而有奸情长留。 愿我们不管在任何关系中,都能把握纷纷,关系和谐。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